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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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佳 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现在再不回去的话 就什么都晚了 我都晚了我 没有参考我点比赛了 你做一点擺我上腿 分明的有干脆的 喂喂喂 没事 康然 你给评论这个礼啊 前段时间不就当节目叫 阳城处处有名厨吗 就在咱们苍盛街搞了一个海选 弱大的一个西关 只有大交的那个叫苍盛鸭晋级了 按理说 这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可就在这马上比赛的关键时候 他要当逃兵 大嬌 你做大催这么多年了 你一向最紧张是你妈的金七招牌的 为什么今次这么做碎女呢 其实我好记住我妈的金七招牌的 不过我份人呢 我又没有终于跟人赞忙赞去的 阿卡上姐那个风景挺漂亮的 我打死人玩了两个星期 我才不累的 你说什么 我聊了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那黄瓜菜都凉了 说实话大嬌 你有什么事打死都不能参加比赛呢 是咯 大嬌大嬌 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有什么难之处 那你说出来 让我大家参与一下嘛 说出来 再说了 当初也没人拿刀逼的你去海选啊 是不是 你不是也是去了嘛 嗯 现在参丞节给你也打气了宣传了搞得全程皆知了 你现在突然卡要当逃兵 你是不是太所顾了吧 哎呀大嬌呀这一局麻烦了 你跟你妈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最矜贵啊 哈 诚信啊 你现在摆了整条相线街上桌上桌上啊 以后啊 你这间餐厅都挺难有人帮衬你啊 真的啊 真的啊 那你们分明大只辣死蟹啊 你个大猪吧 什么死气啊 我告诉你啊 这关系到一个生育问题知道吧 是吗 现在就跟我回广州 来了 来来来来来 Piece 看下来来 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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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 gzhagin 往哪里 那么早当然是买菜啊 买菜这些这么粗重的东西呢 反正哲触不免有那么空就 lapork家了 三桥呀 你卡抓一 realizes不舒适 轇好转 kend Evangel здоров 喂喂喂喂 黄姨啊 你这段时间来的童暧 自从我辜出来了后呢 你街上又沒讓我走錯,又沒讓我買,你當我監審 大焦,別衝人家發火 我沒有 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你聽我說,你比賽也沒幾天了,萬一再跑了怎麼辦 事到現在,我跟你說真實話了 其實整隻白癡,不是我做的 那天一開門,就看到桌子上有隻鴨了 我們沒騙你,真的沒騙你 沒錯,你也聽到了 我們可以晉級純粹因為我們有神仙的保佑 你叫我們上場,那就是室內街坊 室內街坊就算少,如果連對整條雙眼街被人笑,很大件事 原來這隻鴨是你偷了 害得我給高哥,給我獲金 我今天終於捉到一個賊 那隻鴨是你的嗎 當然了,你以為真的觀音菩薩放給你吃嗎 我真的以為 喂喂 你無情情,為何要放這隻鴨在天井那裡 當然,有恩,我想問問你 那隻鴨為何做得這麼好吃 你是不是有些什麼獨門秘方 秘製醬料 是嗎 醬你的頭是醬 你問我,我問誰 這隻鴨我打包回來,我鬼知道 蛤?打包? 那是…那裡打包回來 廣西河洲西溫泉 溫泉賓館鮑隔壁不是有間飯店嗎 那邊的老闆叫洪哥 你怎麼會幫助我呢? 西溫泉啊 總之我幾都兩天就沒來啦 你好 这是我们的白鲜蓝虾 请慢点 好好好 看什么一点规矩都没有 真是丢不丢人的 没有筷子吗 这不错 这口感 大跳 这比你妈做的那个豆豉鸭 多知道好多少倍 没有错 就是这种味道 我服务员了 请慢点 你们老板做不做事 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他 谢谢 说出来 做这么香的鸭子 用手吃就好 各位有点什么吩咐呢 你明明明明人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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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那你老板做得认识啊 他就是我和你说的肥腾菜组啊 你还不好意思说的 我红哥啊 在南乡 混了二十几年啊 假假地都有一点有头有脾 怎知就撞正你这 辣椒妹呢 就搞得我差点被拉到派出所里面 现在想起这件事啊 我道气还能搓着搓着搓着啊 啊 红哥 其实呢 之前我和你呢 有个小小的误会 不如你大人有大面啊 好似粉笔字地抹了它 没什么意思 其实我这次来呢 是有个目的 我想拜你为师 你可以教我整只鸭 这只鸭好像人 加上点 不许可 不许可 只会 等到他 再到他的 哦 那 住 我 喝 喝 我 没想到来到广西没几天 你就把人给得罪了 生死了还结了仇 你这个人品大大的有问题 喂 那怎么办 现在没有得罪都得罪了 你不要顾着还我了 不如你帮忙想想办法好不好 我有什么办法 不让你一半人都给得罪光了的话 我用的都那么费尽其事吗 老朵 娘子老朵 老朵 哎呀 行了 现在我们要考虑 你如果拿不到的话 我们是不是换个人去呢 袁石仁 现在只有我们两只 我怎么找谁呢 有办法了 马上给广州打电话 我们搬救兵 阿沙啊 哎呀 你不要吃人一股吃 大家只要去送你 是要你帮我套一条配方的 你啦啦啦啦 你为什么都不毒啊 小姐 你没有听说过吗 有得吃不吃最大莫及 反正都给了钱了 不吃很浪费的 你好小姐 您应该需要点几大菜吗 不要了 哎呀 不是 多做一只鸭来吧 啊 啊 好 老板 打要点一只鸭子了 哦 好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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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仔 都挺拆得的 整只鸭都给你吃光的 老板啊 啊 鬼叫你的手势这么好吗 啊 我就想问 这只鸭呢 有什么名堂啊 哈哈 这只呢 就是鼎鼎有名的南香白尺鸭 它不单单是用餐厅的招牌菜 而且是我们的镇店之寶啊 它是和我爷爷那时候传下来的 啊 祖传的啊 难怪的 和我在外面吃过那些白尺鸭 味道完全不同的 啊 莫非 有什么祖传秘方啊 祖传杖料的啊 都说是祖传了 怎么说得给你听啊 啊 最近都不知道干什么鬼 个个来吃饭都问我秘方的 嗯 不是啊 我觉得你也挺面善的啊 我 不要说我了 说回鸭吧 有什么秘诀啊 哈哈 秘诀呢 就很简单的 那 我不如透露一点点给你听 好 首先呢 就要选用正宗的南香白尺 嗯 它体型和体重呢 都很重要的 嗯 除此之外呢 还要有一种法寶 什么法寶啊 你等一会儿 我进厨房拿给你看 好啊 好啊 麻烦了 喂 大家姐 我突破了 想不到呢 这个老板真是很单纯的 责技的 现在就要进厨房 给我什么法寶 帮我看了 哼 这次还被我捉到你 才由民东民西 我知道你有多浮 原来是 这只妹叫你 来套我的祖传秘方 不过 那你姐我都不准 这次 看到你 然而不露 不是 老板 你听我解释吧 其实我大家姐 这样做是有苦衷的 原来你 为什么是你姐姐啊 怪不知了 哼 买着就当他啊 哎 真是爽啊 老朱啊 嗯 你看我们脸子 会不会都王債了吧 你这么聪明啊 不如再想想办法 好不好呢 亡羊不老 为时不晚 虽然说呢 你个红哥 有一点小过节 但是呢 也不是什么生仇大恨嘛 学习生仇 对了 对了 我觉得咱们呢 就去低个头认个错 陪你道歉一下 让你消消气 好不好 又是你姐姐啊 老板 你这么早回来 是不是搞卫生 你过来帮忙都可以啊 你不用四万这么厚啊 你还敢来啊 我们今天来就是 登门给你赔罪嘛 是咯 红哥啊 我大家姐呢 之前又误会你 又得罪你 是不是 真是他不对 是 但是我们这次呢 真是很有诚意 来跟你学这个整鸭的 其实我和我大花姐两个人 都是厨师来的 他呢 过几天就要参加比赛了 如果没有你这里 南香鸭啊 我们餐厅一定名于掃地啊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嗯 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 我们广州呢 正在搞一个 呃 广州处处有名厨 哎 到时候呢 这个全广东所有的这个名鸭呀 汇集一处 八宝鸭呀 陈皮鸭呀 什么豆丝鸭呀 什么酸梅鸭呀 麒麟鸭呀 哎呦 这些鸭都汇集到一块儿 进行比赛 你晓得吧 红哥 我相信 您肯定也愿意让您这个 南香白切鸭 扬名立万吧 嗯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入香随俗 按照红哥这儿的规矩 我们给红哥呢 烧出香 两包包上 烧个大炮上 好吧 一来呢给你排水 二来呢给你去去晦气 是不是 啊 想不到 你们连点大炮奖都知道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的 啊 啊 你们搞那么多东西 无非就是想我教你们怎么做鸭 行 那 美妹 你亲自点一串五千两个炮奖 先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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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啊 让你点炮奖就行了 让你飞到家里去抓住我 帮人家里去抓住我 哎呀 老作啊 你不知道吧 小时候那时候呢 我们几姐妹一乡下 玩那个 烧炮奖 炸牛屎 谁知道呢 那时候 大家姐刚刚没有经过 炸到整面都是啊 现在她听到炮奖 脚都完了 你还叫她去 哎呀 别说了 为了餐厅 为了我妈妈西瓜第一名字的招牌 我 我 我怎么 你姐妹 你去哪里啊 我去买炮奖 啊 想不到你为了区区一只鸭 连烧大炮奖你都不怕啊 你放心 我红哥呢 亦都不是那么迷上的人 先头只不过想试下你 那样 我牙齿是当今世的 今晚呢 我决定亲自下悬 让你们试下 什么叫真正的 南香白切鸭 顺便呢 来各位 煎一下 爽 我们也来了好几天了 南香的配方呢 我们马上也就到手了 这回回去 我们可以正儿八经的去吹吹牛皮了 嗯 没错了 这个过程呢 虽然痛苦了点 嗯 不过幸好呢 最后有惊无险了 啊 是时候 我们去浸一下温泉 他条下来 哎呀 来到世界街要浸温泉了 是吧 一会儿我介绍 你们吃那只 正宗的温泉蛋 是 是 温泉蛋是什么 哎呀 那里啊 有两条线 听说 那个前眼的盐头在头 那里 想吃温泉蛋 用不到去那个自然村 那在哪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西西温泉里面 就有煮温泉蛋蛋 那这里 就在那里 哇 快点 煮蛋拳 哇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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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不要碰 这些西温泉的潜水 是真的 差十几度 皮都弄掉你 你吓死我了 哪里 我还以为有电 要是有蛋就好了 对啊 为什么没有蛋 喂 喂 那里有螺蛋 别做梦了 没问题 你过来看看 怎么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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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一輪的子彈啊 真是好嚇你啊 讀死是死讀死的 那些殼是香BB的 肯定是鴨蛋啊 雞 等15分鐘左右吧 應該可以吃了 大紀錄作家 你們都挺珍惜的 哎呀 我跟你說什麼 我是實在人嘛 只要有美食我們絕對不會吃 大紀錄作家 什麼事啊 你以前叫我執包的腥蛋 我放在籃子裡 放完回來不見了 什麼叫腥蛋 什麼是腥蛋 腥蛋呢 就是我們要來孵化 南鄉鴨苗的優質 靚蛋 上面是做個記號的 一般本地人一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不會搞錯 我想這些蛋一定是外鄉的人 寫 冬太太 還要加點摸一下 吃來吃來吃 這些蛋沒有了 你們不聞自取 視為策略 你們想吃溫泉蛋說聲便行 是不是偷偷知道啊 紅哥這是個誤會 真的誤會來的 真的誤會 現在好了 因為幾隻蛋我們得罪了紅哥 什麼都玩完了 我怎麼知道那是種蛋 蛋也沒告訴我 再說我怎麼知道那是紅哥家的 所以說這次來 失敗的主要原因 就是三個字 一二三 倒霉蛋 依我說呢 就不如這樣啦 好像之前那樣 我們燒些炮醬 哄回紅哥算了 但最多這樣了 我們今晚加料 打媽 沒用 你別忘了你吃的時候也都走的 說白了吧 你把你的下一代都吃光了 這代古代換句話說就叫 啥子是痛的你曉得 你以為道個歉 人家就交給你了 即使紅哥原諒你了 不追究了 這鴨子也不會同意的 得了得了 這時我起的 我金燈去找那紅哥 我等到他為商品以為止 你這招更不靈了 你求人家得見到人才行 現在關鍵是見不到人了 人家那個門縫都沒給你留啊 你去哪兒求我你 哎呀 糟了 吃了紅哥那些蛋之後 他一天一夜都沒見人了 他肯定是真的 我死了 不然都不會上香給我了 是吧 三妹 看回我們媽媽的金七招牌 都好沒事了 來媽媽喝茶 乖了乖了 有人別客氣吃嘛 來來來來 老人家先吃 你們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 喂 是不是好玩啊大嬌 大嬌 你不是去學做什麼西 西開溫泉 是啊 沒錯 就是那個 學成怎樣 能不能不提這檯 做什麼 一提我就來氣 倒嘴的鴨子飛了 為什麼 本來老闆答應教我們煮鴨子的 可是就因為偷吃了幾個鴨蛋 老闆就翻臉了 人家不焦了 而且面都不見了 我沒想到這個人那麼小心眼 哎呀呀呀 這樣說來 那就是你們這次去廣西白去的了 嘩 大嬌啊 我真的替你擔心啊 來來來來 坐下 喝一口坐下 定定驚先 你明天就要示範這個槍城鴨 你別人怎樣做的鴨你都不懂 我怕你搞到鬼馬六 就是自殺招牌 哎呀 所以我回來的途中 我是想清想楚的了 明天的比賽呢 我就準備 棄拳了 蛤 你說什麼 棄拳 哎呀 那沒有棄拳 怎麼知道 雖然林鎮叔叔 是忍醉了些 不過 好過 幾個台上 眼光光心方方 我都不懂得做的嘛 那實理了你街坊 那怎麼辦 有我洪哥在這裡 怎麼會心灰雞坊啊 喂 洪哥你做什麼來廣州的 是啊大嬌 明天就是你上台比試的大日子了 我今天就專程幫你送水送馬 順便幫你加油打氣 哇 哇 哎呀 洪哥呀 你前幾天 你老是躲著我們 不見我們 我們以為你生氣了 沒事了 你那麼快就回心轉意了 嗯 我沒有躲著你們的 不是呀 洪哥 自從我們偷吃了你幾隻鴨蛋之後 你又沒有見到人了 那我本身 我本身就想和你道歉 和你解釋 明知你那些伙計 三季不是 那他打發我們 我以為你生氣了我們 你們誤會了 那些伙計沒有騙你們 我的確是入了山 根本不在餐廳裡 不是以前的沒事 你上山幹什麼 你們有所不知了 現在做這隻南鄉鴨的秘笈 就是靠山泉水 一定要靠本地的山泉水 噴人的鴨 才可以保證這個肉質鮮嫩 鮮甜 要不然我不想生鱲水 怎能做出正宗的南鄉八字鴨 即是說這些鴨就是 就是那隻 這一瓶就是南鄉山泉水 哇 夢哥 我大嬌之前 做這麼多得罪你的東西 我猜不到你的心胸是這麼廣闊的 你熱量我 哎呀 你這個人很有義氣 你呢 作為徐師 對徐毅的不懈追求 這一點是令我很佩服 所以我決定幫你們 幫你們 你放心 我大嬌不會令你失望 其實我這次來廣州呢 既是幫你 又是幫我自己 我一直都想把南鄉帶出廣西 揚名立萬 難得這次呢 有機會呢 讓廣東人民 了解我們廣西的美食 我樂而不為呢 好 謝謝 收得銀開見賢榮 拿不到冠軍 你不要說認識我們 哎呀 輸了那麼多 我媽還沒嘗過這奶香 啥滋味呢 紅哥是吧 我們今天弄一首 你讓我們見識見識啊 好啊 當然沒問題啦 其實廣西啊 是有很多特色菜 和地道小食啊 大家如果有機會呢 一一就來我們 河州南鄉的西溪溫泉作客 我到時呢 幫你們一一的介紹 好啊 location 2009 Canadians 中國